眼前的男人是个死变态 他专门在雨天对着落单的女性下手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 他就接连杀害了数十名女性 这天坦元泰哥终于将凶手抓捕归案 可就在泰哥沉浸在立功之时 却得知凶手最后杀害的女人 竟是自己的妹妹 于是着急的泰哥便带领一行人 来到凶手的家中搜寻妹妹的踪迹 直到晚上的时候 他们终于在凶手的后院 找到了三名女性的尸体 可其中并没有泰哥的妹妹 于是奇迹败坏的泰哥直接闯进审讯室 一脚便将凶手踹到在地 准备对凶手言行逼供 可凶手的嘴巴硬得狠 似乎不肯说出妹妹尸体的下落 暧昧心切的泰哥没有办法 于是只能无奈地跪在地上祈求凶手 可眼前的这个凶手 却是一个软硬不吃的家伙 愤怒的泰哥直接掏出手枪 想要将其就地解决 可危急之时 赶来的同事将他拉开了 几天后凶手被带上了法庭 虽然他已经接连奸杀了多名女性 但是在棒子国并没有死刑的说法 最终凶手背叛出了无期徒刑 对于这一宣判 凶手露出了一脸得意的神情 然而就在凶手被移交监狱的途中 部分的民众和被害者的家属 对其进行了谩骂 但凶手却只是用不懈地眼神回对众人 此时泰哥的妹夫也来到了现场 心有不甘的他逃出刀子炮上前去 准备为死去的妻子报仇 可是却被办案人员抓了个正着 当即便被拦下 最后妹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凶手 从自己的眼皮底下 安然无恙地离开 回到家中的妹夫万念聚会 想到死去的妻子甚至想要上吊自杀 但却没有成功 她倒在地上 拿着自己和妻子的合照大声同哭 片刻后她才慢慢缓过身来 此时的她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 为自己的妻子报仇血痕 从那以后 妹夫就辞掉了工作 开始专心地筹备自己的复仇打击 她每天强迫自己吃下高科蛋白 并坚持锻炼身体 她想让自己瘦小的身体变得更加强壮 不仅如此 她还时常练习刀法 奋发转眼 如何快速精准地刺中他人的要害 她希望有一天 那个残害自己妻子的凶手 会死在自己的刀下 终于功夫不负犹新人 妹夫通过埋童关系了解到 有一个黑帮老大和杀妻的凶手 关在同一处监狱内 随后妹夫趁着黑老大宝室 回家探亲之际找到了她 原来眼前的黑老大 是被自己的两名小弟陷害 美夫声称她可以帮黑老大 解决掉那两名小弟 而黑老大则要想办法 将狱中杀害妻子的凶手刺伤 并将其带到监狱外的医院就医 因为她要亲手了结掉凶手 以便为自己的亡妻报仇血恨 黑老大听后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很快脱胎换过的妹夫 便顺利地除掉了黑老大的两名小弟 而在狱中的黑老大 在得知了这一消息后 也开始准备兑现自己的承诺 于是他沉着凶手洗手之际 用事先准备好的铁片 狠狠地刺进了凶手的脖子